接下来为您播出心理访谈 手术妙龄女演员面目全非 整容不成便毁容 悲惨经历引发母女大战 一张伤痕累累的面庞 如何修复如常 一份千疮百孔的血脉亲情 又能否弥合如初 欢迎收看心理访谈 换错脸的女演员 我的脸是歪的 下巴是斜的 鼻子也是扭着的 还有这个嘴巴 这半边都是没有继续的 不想看到自己这条脸 就是伤心和痛苦 每次出门都这样 对啊 我不会让别人 用那种异样的眼望盯着我看 八个月来 靳靳终于第一次决定独自走出家门 虽然已经将脸包裹得严严实实 可是面对旁人的目光 靳靳还是感觉十分不自在 我就想赶紧说完 然后赶紧走 我就老会觉得别人在 用异样的眼光着看我 八个月前的靳靳 还是一名演员 容貌秀丽 爱说爱笑 今年一月 她在韩国某整形医院 接受了面部整容手术 一切也都因为这次整容手术 而改变了 一想到自己能换张漂亮的脸 靳靳觉得所有痛苦都是值得的 可是美好的想象 在她除下脸上绷带的那一刻被击碎 看着镜子中的脸 靳靳无论如何 都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懵了 真的懵了 我觉得不可能会是这个样子 你看出来吗 下巴是斜的 整个这个线是往这边走的 然后鼻子的夹体也是斜的 然后颧骨也不一样宽 这个窄 这个宽 现在我这里会痛 又很疼 然后就有那种异不感 鼻子非常硬 因为手摸一下 特别硬 我不知道里面放了什么 要在这样一张脸 我根本没有办法收 我不敢照镜子 我每天刻意地回避 我不敢见朋友 手术失败后 靳靳整日躲在家中 断绝了和从前朋友的来往 因为她实在不知道 该怎么回答亲朋好友的疑问 好端端的女孩子 怎么就想要远赴韩国整容呢 我那个大夫跟我说 他说我不光可以给你修胸部 还可以帮你做脸部 让你的面部以后变得很漂亮 一定会改变你的人生 我很感动 真的倒是非常感激 原来三年前 靳靳就有过一次失败的整形经历 当时她认为自己胸部下垂 影响演艺事业 接受了胸部整形手术 本来以为只是一个简单的手术 谁承想 靳靳却因此吃尽了苦头 手术完以后头几天 我就觉得没有知觉 一直在流浓水 右边的胸部上有好大一个洞 就大个这么深 一直半宽 下面整个每天都拿捡在里面 躺往躺 把里面的组织全部挖出来 很疼 但是你就不能不挖 挖出来的一个洞里面 可以塞三块沙 真的很绝望那段时间 特别的绝望 那段时间真的哭到泪都干净 然后每天就像疯掉的那种感觉 胸部整形失败后 靳靳咨询了大大小小几十家医院 却都因为修复手术难度大 而被拒之门外 一个偶然的机会 她参加了某电视整容节目 并通过节目联系到了韩国某医院 医生信誓旦旦的承诺 成了静静黑暗生活中的一缕曙光 我跟我的朋友说 我说有人愿意帮我修复修部了 而且还愿意帮我做脸 我这次去了回来以后 应该会很好 是个大美人 自己以后会很漂亮 然后就买了很多很多 这里面全都是 满满都没有用过的 因为现在我自动手术完以后 几乎不怎么用化妆品 因为我觉得现在我这张脸 根本配不起这些东西 房间里的每样东西 似乎都在提醒了 静静曾经的梦想与憧憬 可是现在却深深刺痛她的神经 她说从端庄大方的演员 变成了嘴歪脸鞋的丑八怪 自己就像坠入了地狱 每每翻看从前的照片 对她都是一种折磨 我不愿意这样看 因为一看到这些东西 就会想到以前 最起码正常 就是我出去以前 可以正常见人的 那个时候最起码开心 可以笑得出来 我就觉得这也许就像我 今天可能再演一部戏 然后就会再想 我今天一觉睡下去 明天可能醒过来 这一切都是梦 都不是真的 整容失败后 整形医院拒绝了 静静的赔偿请求 她又一次走上了 四处求医的道路 然而高昂的费用 和手术的风险之大 让她一度想到 以死来解脱今天的困境 然后那天我情绪非常不好 我就找了一瓶要喝了 但是可能那个药 药效不强吧 就过来这个劲了 当时我奶奶很伤心 她就跟我说 她说如果你走了 我怎么办 没有办法 因为你还有责任 就是说真的 那种死都不能去死的 那种感觉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 我不明白 为什么我的人生 就像一场悲剧 就像悲惨世界一样 永远是在恶性循环 没有好的时候 悔恨 愤怒又无助 种种情绪 每时每刻都在折磨着静静 她一次次陷入绝望的深渊 未来对她来说 是如此的飘渺与迷茫 我不知道我会怎样 也许 也许会消失吧 消失是什么意思 就是 离开 离开这个世界 不要再去想这些 曾经遇到过的这些事情 爱美的小静 为了让自己变得更美 更漂亮 她去做整容了 结果不幸整容失败 现在她看到自己的样子 非常的失望 可以说是绝望 怎么办 我们今天要关注 首先为大家介绍 我们今天的观察团成员 这位是玫瑰 你好 欢迎你 旁边是郭松明 欢迎你 我们今天的心理专家 是王尔东老师 你好 王老师 大家好 小静 你刚才那个最后一句话 其实让我们是挺担心的 你这些游天 你可能会消失 这只是一个念头 还是说想了很久 自从发现自己 有这个问题之后 我敢跟你联系了医院 我就希望他能够 给我一个答复 哪怕你告诉我 说我不会不管你都行 但是当时没有人管我 我那个心 真的被伤透了 那种感觉 因为我觉得 一个医生的那个技术 是我可以忍 但是你不能在我叔叔 出婚禁以后 那样去带一带我 我当时去参加 这个活动的时候 抱了太多的希望 因为他跟我告诉我 说我不管可以 给你修胸部 我还能让你变得很美 我要给你做 你的脸部怎样怎样 我当时明不知道 我有多感谢他 真的就好像黑暗当中 出现了一种曙光 有一只手跟我说 我可以救你 我特别相信 就把所有的希望 都倾注在这里 那时候有没有想象 自己整完以后 是什么样子 怎么说 没有太多的 去想之后的样子 但是我会憧憬 就是像他所说的那样 就是说特别漂亮 我会把你尽全力 做到最漂亮 我们刚才那小朋友 他过去的样子 你当时看着 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个 你当时对你的这个样子 还不满意吗 就参加一些选拔 什么的话 可能别人会说你 就是你可能形象达不到 然后上镜的话 看着脸比较大 还有就是不够特别的立体 你这个手术算是一个 很大的手术 对 是的 我是在1月17号 做的面部手术 颧骨 下额角 下巴梯形结骨 包括鼻子眼睛 一天内全部做完 你把这样锁骨磨掉 切骨 切骨 结掉 然后呢 把下巴这样截开 拿开 把中间去掉 然后拼上去 然后弄骨头了 对 那你还记得你 当时在手术过程当中 你的那种感觉吗 手术是全麻不清 做完以后呢 醒来以后 醒来以后 脸肿得特别厉害 包着了是吧 对 然后鼻血呀 嘴巴就肿成这样 一直流口水 哗哗地流 然后也没有人管我 也吃不上饭 饿得要死 然后每天眼睛也睁不开 痛的 反正整个人都认不出来了 当时他们那里 有个人去看我们吗 我说你帮我倒杯水吧 他说你谁呀你 我是1月17号做的手术 2月9号 十几号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鼻子歪了 就觉得有点咸嘛 然后我就去找医生 他说你鼻子就是扭的 然后我就使劲这样推 很痛 然后推一推 他说好了 推好了 然后沾了个纱布 说行了 就这样 给你矫正了 我说这能行吗 就推一推就行了 他说没关系 以后回去就行了 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地方呢 是多久发现 就是2月28号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脸吧 当时那个形状 比现在还要厉害 就是这种形状 就是这种 很不规则的形状 这儿鼓一块 那儿鼓一块 然后这儿有两个坑 当时我就出去一趟 是因为有个事 就碰到一个姐姐 她说 你的脸怎么成这样了 反正说的挺恐怖的 然后我说 真的有那么严重吗 后来我就到我们当地 去拍了CT 就发现那个CT的骨盖 是有问题的 包括鼻子甲体 就是这个样子 这时候才发现 确实是 对 但你当时 你对这个手术的风险 有没有一点了解 担心 有 有担心 但是后来被他们给说的都 觉得好像 因为这医生真的很厉害 完了什么风险 在他这儿都不会有 你就相信了 对 他自己也是这样讲 你都是稀里糊涂的 对 本来是想去修复胸部 对 结果人家一忽悠 你就把脸整个的都做了 对 现在这个样子 让你像是非常的失望的 对 是的 我心里边觉得 真的就像从上面 啪摔到个地上 八个月了现在 240天 从期待到害怕 然后从害怕 到失望 然后从失望到绝望 最后到彻底心悍 等于是当初实际上是 充满了一个梦想和想象 好的期待 现在一下坠入深渊的感觉 对生活一下没有信心 我觉得是天大的一个打击 尤其是对一个 喜欢表演的女孩子 我觉得这个事 小静挺无辜的 而且 我觉得我很理解 她现在的这种悲伤 她能够坚持到现在 没有做出很极端的事情 我觉得已经够坚强了 我问小静一个问题 你觉得你这种状况 谁应该承担最大的责任 我觉得那个医生 她应该给我负责吧 难道是她 对你施加了催眠术 或者把你捆起来 放到她的手术台上了吗 可能自己也有问题吧 对 她可以做出宣传 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宣传 但是判断这个宣传 是真的还是假的 对你有利还是有害 这个判断 是你自己做出来的 所以你要自己 承担这样一个后果 那你这样说法的话 那所有受伤害的 受骗了伤害的人 都不要素质于法律 然后就都自己承担了 到法律上去寻求迷失的赔偿 这是一回事 这个后果 心理上的承担 是应该是由你来做的 对对对 郭老师说了一个事情的两面 当这个事情发生了 这样每个人说的 那医院既然是个事故 他就应该承担责任 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对于你来说 这个事情发生了 我应该怎么来面对 如果一天就把自己封闭 在一个自己的家里 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 其实最后加倍受伤害 还是你自己 对不对 而且刚才我看到那小孩 我在想 哎呀我说这孩子真是可怜 但我怎么觉得 你像一个孤儿一样 你在遇到这个事情以后 比如说你的家人 一段悲惨人生 她在逆境中沉浮不定 一份母女亲情 她在渴望中却屡屡失望 我就像一个没有人管的孩子 发现体验 疏离的心灵 能否重新温暖彼此 心理访谈 换错脸的女演员 正在播出 我说你去住脸 你说你去呢 我说你别人心情好了 你不用住脸 我给你们找到事 我告诉你说 你他不该动脸 你说那我都太快了 我有些动作 我说你他不该动 你听话 是不是你怎么干什么的 不弄了 你不是听着完了就好了 因为你不听话 你不是怎么说的 我是不是怎么干什么的 你找到事 我是不是怎么干什么的 你还怕你冲啊 现在完了你不敢去 不然你就捉吧 他就这样说 他说你不要去惹麻烦了 这样这样的 怕你惹麻烦 也怕你受座 不受座 你一时爬回来 坐牙子 你说我心里都是怎么做 自从女儿整容回来 静阿姨没少因为这事 和静静吵架 当初去韩国前 他曾一再叮嘱女儿 不要做面部整形手术 可是自己的话 还是被女儿当成了耳旁风 如今看着整容失败的静静 静阿姨又生气又心疼 那脸肿的 我一看 哎呦我的心里头 咯噔一时 我就想他 哎呀怎么成个字了就 看着那个脸本怕呀 我说傻鬼女真是 太傻了 又气人 又傻那个东西呀 就不听话 我真想打他呀 他做坏了 我把姐姐喊后悔 他没有办法 他要是做漂亮的 他活得还不知道 想怎么着 那怎么着 没有 你说那叫不到的 你开开我 现在找好了 他这个赶紧都不耍 你是不留意 你是不留意 你不值得 你耍手你心里是这么想 面对妈妈的指责 静静却特别委屈 她一直想告诉妈妈 自己整容的真正原因 可是每次话到嘴边 又被她生生咽了回去 又开飘了 你看你装的东西 你这让我愿意 我为什么呀 难道我愿意去 一千道万寡的 去做这些事吗 我想证明给她看 你看我的选择是对的 我自己去 回来一定会变得很好的 你们等着看 向妈妈证明自己 是静静二十多年来 最大的愿望 静静一岁时 父母就离异了 她和妈妈相依为命 在她七岁时 妈妈再婚生子 静静忽然发现 自己的世界变了样 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多余的人 没有像人家孩子一样 可以有父母的疼爱 然后妈妈又是独生女 她也不会懂得 怎么去关心人 说话有的时候非常难听 就包括以前 训练失败的时候 她就说 你捉吧 你就捉吧 怎样怎样的 你今天这一步 你以后不要回家 就整天给我们添麻烦 我就像一个 没有人管的孩子 静静渴望着妈妈的关爱 从小到大 她想尽办法 希望得到妈妈的肯定 可是无论她做什么 似乎都不能让妈妈满意 给妈妈做过什么 就是我自己炒的菜 有各种各样的 有的时候会做点 公保鸡丁啊 有的时候每个鱼啊 都在吃 大姨挺高兴的吧 她觉得我做的难吃 我觉得我做的还行啊 挺好吃的 但是她都觉得难吃 临近中秋 静静决定为妈妈炒几个菜 母女俩也好好俊俊 可是有妈妈在身边 静静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现在装的上了 拍牙棍呢这样 这样弄得有点烫呢 你怎么弄呢 你来雕这个 你怎么强着跟着起 电视店的 你不强着哪个大个 做饭就像我妈了 就觉得我把她地儿弄坏了 你挤了 哎呀 我挣这个浆里头 汤用 不放干 手放虫 我来 你干这个干那个 这样不行 这样不行 这儿捞乱了 那儿捞饭了 这儿就不去 在妈妈不断地指挥下 静静终于做好了饭 满心欢喜的她 让妈妈先尝一口 没有味儿 我一看 我家俩平在那边待的 可能这个味道淡了 还是你瞅那手 瞅多了的话 这就麻得住 张多了眼 张多了那个 你瞅多了 她每天都在说我 觉得我哪儿哪儿都不好 无论我怎样都是不好 反正怎么都不对 我们俩很平淡 就觉得 母女关系就很平淡 就不是那么 人家多长时间 没看见女儿了 特别你都能 关心 是吧 我就反正是 很平淡 觉得就合她 妈妈无时无刻地挑剔 成为静静生活中的阴影 一起生活了近三十年 静静和妈妈 却越来越像陌生人 争吵成了她们 唯一的沟通方式 正常地聊聊的 不知道哪一句话 就说错了 就跟她吵起来了 吵起来我就不说话了 我说我真不想打理你 我就希望能跟 别人的妈妈一样 她会站出来替我挡着 受委屈的时候 她会说 没事还有妈妈 但是我没有 小静说一句话 其实挺让人心疼的 她说她特别想 遇到难题了 遇到痛了 回家 还有妈妈能够安慰我 接下来呢 我们又把小静的妈妈 就请上来 好不好 跟她妈妈一聊一下 好 又请出小静的妈妈 你好小静妈妈 我今天特别想问你 就当时小静做整容 失败以后 你看到她的一个样子 你还记得吗 当时你是什么感觉 当时回来脸肿得那么大 心里头疼的 我说怎么成了个字 脸就肿得那么大块 觉得我的孩子这么这么可怜 做什么都做一次 把她那个 你觉得她可怜是吗 你当时有没有去安慰她呢 当时我没有 为什么呢 反正不知道都是这么想的 小静 妈妈说她其实是挺心疼你的 你有没有感受到作为女儿 我希望是那样 我当然愿意了 希望 对啊 感受到没有 现在觉得是吧 那个时候呢 当我发现自己有问题的时候 我妈就一直在说 你那时候不听我的 妈妈你看你现在成这样了吧 你看就好了吧 就根本找不到那种机会说 我跟她聊聊 你当时在韩国经历那么多接触问题 那时候你又没有给妈妈联系 当时是有一天 我跟我妈打电话 然后我妈那天可能在打麻将 她就说 我等了你好几天了 完了你现在跟我 我现在跟我说 我说妈我有事跟你商量 我打麻将了 我顾不上 我说妈打麻将就真的那么重要吗 我说我现在这边有事 需要征求你的意见 那我能给你出什么主意 我也不会出主意 我不给你出主意 最后我没办法我就给挂了 后来我就没给她打过电话 她不知道我当时心里是什么感觉 什么感觉当时是 你说在异国 她叫你身上也没带多少钱 然后因为我那样去对待你 就觉得在那边真的是 走投无路 你不知道你应该怎么办 你就特别需要说 有一个人可以告诉你说 没有关系没事 咱们家对吧 还有家 我希望能听到别人 给我一句鼓励和一句安慰 但是没有 然后每天我只能跟我奶奶 两个人在这儿发愁 然后就受尽了欺负 没有地方可以说 反正心里边觉得特别的 没有一个 小金妈妈当时有没有 知道女儿的那种绝望 那我那个时候没有那个 你跟女儿亲吗 心里都是亲 没有表达出来 就感觉呢 我也就觉得 我们和她就特别冷淡 反正跟她说一个什么话 她就和你说 就丑了呀 说那么大的声音 我也就不想和她说 我都说我就看见 是什么 妈妈一个人在那儿哭 我说你看人家这妈妈多好 我说咱们俩要是像这样的话 多好 就算我惹妈妈怎样 但是我也尽量地 少让家里人操心 比方说以前遇到 修复那个事也是 妈那时候跟我在一块 她天天也挺生气的 然后我爸爸也是说话 有的时候也挺难听 就觉得你惹麻烦 惹那么多 以后不要回来了 当时我真希望 我妈能说一句 你说的是什么 对吧 你凭什么让我女儿 不要回来 这是我姑娘 现在遇到这种情况 对吧 本来就已经够难了 你还说这样的话 我特别希望她能去说这样一课 那时候真的觉得心里边特别 对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反正有的时候 心里挺难受的 人家可能出到门外 把遇到困难 习惯性地会想 我要跟妈妈 或者跟家里人家 我没有这种习惯 你刚才一直强调你说 你是想证明自己 想证明给妈妈看 因为他们总在说 你这不好那不好 然后别人家的姑娘 怎么怎么好 然后你怎么怎么不好 那我怎么办 我只能证明我自己 假如说我可以在这一行 做出点成绩来 对吧 我也是可以给你好日子过的 你女儿不比别人家的女儿差 但是又遇到了很多挫折之后 我怎么办 最后就接触到了整形 而且就是我妈 越说不对的事 我就想跟她反着来 我觉得为什么呀 为什么永远都是你对 对吧 我就那么傻呢 你想证明你做对了 我想证明 其实我没有那么傻 所以就理解 为什么你对这个整容 失败你的那种痛苦 强烈到有时候可能 超过了这个事情 本身的那种状态 对 是的 可以插一句吗 不知道该怎么称呼 这位母亲 我想问就是 现在小静的生活很糟糕 那么你在孩子面前 你有没有觉得你对不起她 反正有好多事情 我关心的不够 你爱这个孩子吗 我再问你一句 那我肯定爱的 是我生的 我能不爱他吗 对 但是人说话的时候会撒谎 身体的语言不会撒谎 你为什么坐得离她这么远 对 这母女俩你看 网上一坐 说是母女 你看真是很陌生 你看你们俩的姿势 动作都是拒绝的语言 感觉你们是很冷的 王老师 小静是一直在哭 她内心有很多苦 就我们用什么的方式 能够让她把心里的苦 给她释放出来 其实有很多细节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 就是小静眼泪流出来的时候 其实都是有点的 有一句话 其实我觉得是很关键的 就是我感觉自己 就是一个没有人理的孩子 只要涉及到这一个点上 她就哭 小静眼泪就忍不住 我希望能听到别人 给我一句鼓励和一句安慰 但是没有收尽了欺负 没有地方可以说 反正心里边觉得特别的 没有依靠 那个小静刚刚讲 她在那个韩国那一段经历当中 她说其实发现这个 整得不够好的时候 她倒没怎么 她是在什么时候 觉得特别难过 她是找到那医院 找到那医生 人家不理她 她觉得那是她受不了 医生的那个技术 是我可以忍 但是你不能 在我叔叔出关系以后 那要去对待我 再一次体验到那种 你不重要 没有人理你 那种感觉 这种感觉我相信 在七岁的时候 她已经深深地体会到 这样一种感受 您觉得接下来 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能够更深入地 去走进她的内心 让她把这种 积压了这么多年的 这种不好的情绪 在这里有一个 安全的一个释放 我想用角色扮演的方法 来调整一下 她和妈妈之间的关系 小静的哭诉 让我们看到了 她隐藏在心中多年的 对母亲的怨恨与不满 如果不能清理 小静对母亲的负面情绪 那么她仍然无法理性 处理自己和母亲的关系 更不能积极面对 自己身心遭受的创伤 节目现场 心理专家 用角色扮演的方法 让一名演员扮演 小静心中的坏妈妈 模拟母亲 责骂小静时的场景 从而促使小静 发泄出心中 累积多年的不满情绪 看看你 整天在外面是什么 让家里边都给亲一担心 当初不让你去 等于要去死 想干哪 好看了吗 美了吗 那我愿意吗 你活该 为什么说我活该 那还不是因为你吗 难道我愿意去吗 难道手术不疼吗 难道你知道 每一天在外面手术 永远有多难过吗 你知道吗 你不是个好妈妈 自己不能去 我怎么理解你 为什么走到境地 还不是都是因为你吗 还不是都是因为你 你认为我愿意吗 如果我从小 有一个很好的家庭 如果我妈妈能从小 很爱我的话 我会这样吗 我不会 你口口声声说 我是你伤的 你有心疼过我吗 小婷 我想问你 你跟妈妈说那么多 有没有用 没有用 所以 把你所有的愤怒 都表达出来 她做了所有那么多 伤害你的事情 她该的 但是她是我妈 就是坏的那个 不是你妈 你妈在外面 没有问题 这是你心里面那个 经常伤害你的那个妈妈 她该打 了解吗 不行 我还是心疼 她是我妈 她下不了手 刚刚还对母亲 充满怨气的小静 突然却不忍心 继续打心中的坏妈妈 这大大出乎 所有人的意料 那么 这是否代表 她已经原谅了母亲呢 当她把这些都讲完了之后 她马上妈妈对她的好 就涌到她的心里 那时候她有点分不开 这个就是一个坏的妈妈 她其实有点混淆了 面对痛苦纠结的小静 心理专家将如何帮助她 真正摆脱坏妈妈的困扰呢 小静我想问你 你要让这个坏的妈妈 永远在你心里面 在你心里多久了 二十多年 你还要让她继续这样待着吗 不要 不要的话 你今天努力 把她从你心里面赶走 把她推到这个舞台下面去 试试看 你走 你要努力 是吧 应来 发了你了是吧 发了你了 我吓了你了 你就叫你 是吧 不行 愤怒 怨恨在我们心里堵住的时候 对方给我们的那些好 我们是体会不到的 所以只有你把这个部分去除了 宣泄了 那些好的东西就会进入到我们心里 小静也是这样 等小静终于将坏妈妈推下舞台后 她心中对妈妈的怨恨也渐渐减弱 可是此时的小静是否真正能理解到母亲的好呢 接下来心理专家用角色交换的方法 由一名女演员扮演童年时的小静 小静扮演自己母亲 让她亲身体会母亲的感受 小静能投入其中吗 她又会有哪些变化呢 孙子妈妈我就问你 你爱不爱这个孩子 当然爱 自己的孩子为什么不爱 那你为什么一次一次伤害她 因为我自己是过得也不好吗 我就觉得她很麻烦 你自己压力很大 是吗 对 其实那些个反应并不是不爱她 就是自己很烦的时候 就会那样对她 是吗 其实我不太明白 爱到底是什么东西 反正我跟她之间 没有那种特别亲近的感觉 就是有的时候 坐在一块去沟通的时候 也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 我知道你不太会表达 对啊 她那时候回来以后 我也没有给她熬过一碗汤啊 没有说怎样 我觉得她身体好像还挺好的 能扛得住 看着能动能跳的 是吧 说话也挺有劲的 所以你觉得不需要这些 对 她应该很不错 并不是说你忽视她 好像不照顾她 所以妈妈我想问你 其实你心里面也是很想亲近这个孩子 是吗 嗯 你可以抱抱她吗 可以 好 抱一下 我当时会爱我的孩子 有份事的时候可以跟我说 嗯 没事 就算全世界不要你害我 嗯 我试着去想象自己如果是她会怎么样 试着去理解自己的母亲吧 当小静角色交换到妈妈的角色里的时候 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爱这个孩子吗 她几乎没有任何思考 直接就奔出来 我当然爱了 当小静在妈妈的角色里面能够深刻地体会到她对孩子的那个爱 她对妈妈就多了很多的理解 她们俩的关系就能够增进 在角色交换过程中 小静完全投入到母亲的角色中 可是当她面对真实生活中的母亲时 小静可以放下心中二十多年的芥蒂 真正原谅母亲 接纳母亲吗 你有什么要跟妈妈讲的现在可以跟她讲 看看妈妈 看看妈妈 就一句话 就是希望你以后能多爱我一点 能够多理解我一点 妈妈可以吗 可以让妈妈抱抱你吗 可以 可以 妈妈抱一下 这件事太接着 你关心不够啊 以后和妈妈和我都都都都 以后有什么事你和妈妈说 你多沟通和妈妈 就是让妈妈对你解你呀 爱你呀 妈妈怎么能不爱你呢 你做的 妈妈生了你呀 妈妈要你怎么办呢 不爱你嘛 就是妈妈不会说话呀 不会沟通呀和你 没有理解妈妈 小静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 相信妈妈讲的吗 我以后什么事都跟你说 你保证不会嫌我烦吗 我相信人 我们说身体语言是不会骗人的 你看母女俩 为什么妈妈你现在心里什么感觉 现在心里挺好的呀 挺好的啊 小静呢 我们可能消除了很多隔阂 其实我们做到现在 一直是希望对小静的内心层面 给你一种力量 给你一种滋养 这只是开始你今后的生活 还会遇到很多问题 你成熟的心去面对 那节目最后我们知道 就是小静唱歌也唱得不错 也在你的美好歌声当中 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好不好 唱什么歌呢 我来清唱一首《王妃的人间》吧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 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所以你一脸无辜 不代表你懵懂 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时有种 不管多难吧 总是会解决到 一切都会过去的 我还是会去尝胜 但是我会更谨慎地去选择 也许会很糟糕 但是这就是我的人生 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一个陷入混乱的家庭 一对相互责难的婆媳 谁是谁非 迷雾重重 从亲人到冤家 他们到底该如何打开心结 下周同一时间 欢迎收看心理访谈 活习冤家